歡迎大家出席2022至2023年度香港辯論超級比賽第七回合賽事 今天的變態是本港小學應取消選擇 對賽雙方為正方,我高中學生學院選擇 以及正方鼓勵局勢選員 比賽的主席為正方的劉淑儀同學 坐在我旁邊的是計時員 是凡方的梁瑀淑儀同學 現在用來計時凡方的見面 首先是正方主變黎子聰同學 第一,偷面彭老廷同學 第二,偷面蘇淑儀淑儀同學 還《球方》主變叶淑儀同學 第一,偷面張書丑儀同學 第二,偷面曾藥淑儀同學 第二,偷面曾藥淑儀同學 第二,偷面云淑儀同學 也是業淑儀同學 我們高興請到三位同學 tutoring 今場um today 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來自elim大學 我3000人言潔儀銀良 九輪堂學校中學校 沈寶誠老師 文馬利露 修院學校中學校 中文辯論隊教練 陳千彤小姐 總場比賽分主變 公辨一負二負 自由辯論及結辨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公辨則為平方兩分鐘 自由辯論則為平方三分鐘 公司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會有一丁提示 九鐘會有兩丁提示 超似十五秒就會連丁幾下 詳細賽規已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如果比賽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和計時聯合陣 比賽必有三位平方即場地出錯決 請問在座各位任何任何問題 好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主編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有分和學座 各位大家好 十九世紀中美國推行教育改革 提倡學校放暑假 同時醫學及心理學界亦一致認同 學生長期受益 不理成長 而且夏天容易滋身傳染疾病 所以爭切暑假 世界各地的學校也因此效仿 我想令到小學生能夠真正地去享受假期 荷蘭、美國、加拿大等都已經沒有暑期集作 甚至乎同在亞洲的台灣 也都已經在2016年取消 編題中的暑期作業 提至一般理解的傳統作業 一切學校強迫性要求學生完成的學習活動 或者完成指令的學習任務、學業任務 包括閱讀指令的書籍、寫作業、完成練習、做研究報告等等 而今日我空衡量編題的標準在於取消書的作業 能否對香港小學生的深深 以及未來做一個正向的發展 我方今天之前面提的原因有二 第一 暑期作業與暑假緣意相吻背 暑假的緣意是為了令學生 在結束一年疲憊和緊張的學年而設立的長假期 此在是令學生能夠放鬆身心、豐富生活 以及開拓自己的興趣 然而暑期作業作為學校強制性 提供給學生的學業任務 佔用了本應該由學生自由分配 以及換灑的自由時間和休息時間 根據清協、青少年、評估及發展中心的調查發現 超過四成的小三至小六學生 每日花費三小時以上才能夠完成暑期作業 部份人甚至要每日用上五小時才能夠達標 試問小學生用每日換日的課時去完成雜作 又能夠清不清得上的假期呢? 更重要的是 暑期作業會持續的學生帶來壓力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2017的標程都顯示 1301名小三至小六的受訪學生 表示課業會為他們帶來壓力 四分一的學生都認為功課太多 小學生每天需要應付最少量測量考 還要計算一些墨書、小測等等 沉重的課業已經蓋過了他們整個學面 連唯一可以讓他們完全放鬆的長假庭 都需要應付龐大的暑期作業 只會令他們日前抗拒、壓力倍增 和暑期的原意相違背 第二、取消暑期作業有利於學生多元發展 無論是什麼形式、分量當時的學生作業 只要存在就必然會形成一種 約束的力量限制學生 當他們每天用幾小時去做功課 自然就會減少他們做其他事情的時間 教育部小學教育的七大學習中指 當中包括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發展個人興趣和前立 不同社群的相處 培育對體藝活動的興趣 智力是令到新一代可以全面發展 取消暑期作業可以給予小學生更大的空間成長 美國The Atlantic也指出 不按計劃 沒有人監督的遊玩時間 是給學生最有價值的教育機會 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也指出 也透過一個實驗 他比較不同小學生 他沒有組織 即是一些自發式的活動 例如換産或成人描劃 監督的有組織活動的比例 不一樣是自由換産的 較多的小朋友 其實他自發執行的功能 發展是越好 亦都反之易言 暑假中給予學生聰明自由 是對於發展有決定性的幫助 而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阿克力都指出 其實不受限制性的去玩法 可以提升他們誘同思考語言空間能力 更加可以令他們可以有大陸社會化 這件事正正可以多一點發展 最後想問你跟全人發展 還不重要 多謝各位 好 提出如何做到轉發指 說在哪裏呢 有幫助廣州國家 然後提到先有幫重海反應發言的講出問題 第一 論證操縮 主題就講到需要循營這班學生長期受壓 面對著沉重的貨業 但是現在見到的是這些問題 亦非暑期朋友的 小學生全面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因此請有幫論證更加除非暑期 再也能夠幫助到這幾大程度 可以達到學生的壓力呢 主題作業封為紀律 除了傳統的練習策等等 一些種類之外 教育局長蔡若然也指出 堅持的主題作業設計率出多元 現在例如開放探索式的功課 進行主題的精緻研責 願望學習手機的程式 令到學生可以定期願望學習等 這些主題的小任務 讓學生可以制定目標 貴身可憐的學習作準備 本質上都是為了令我可以 同學恐怖所學 深化理解 一方是要政立變題 必須要論證暑期作業 存在不可解決的問題 所以必須要取消所有類型的暑期作業 我方將從意向樓問題出發 曾經隨之小規作業能否對證下約 我方論點有意 第一 自主不自本 考察壓力不改 回顧過去有關隨之小規作業的討論 主要唯要減輕學生壓力的無敵 然而正如前教育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所指出 小學生的學法壓力主要原因 來自於粗烈文化 導致學生的功課量量輕多 而除此數其作業並不來分配上 純粹的壓力主因而作出改善 改善粗烈風氣 而只是自主不自本 香港教育專員人員亦都調查一提出 見到有54%的受訪學生平均 每一天就要做7份以上的功課 還有8%的要做10份或以上的功課 可見 學生平時面對的課業壓力 大多都是連至於日常的課堂 基於假期 即使除了數其狀況 學生在日常上課當中 仍然要面對龐大的課習壓力 第二 曉光誇張 學法能力倒退 定上述所言 數其作業的目的 是為了讓學生鋒固和嚴治所剖 有其必要性 一刀刺除了所有數其作業 只會令學生的學法能力減弱 反而起到反效果 美國支援德行公司 追蹤超過800人的小學生 見到原來從入學到畢業的學法能力發現 如果缺乏數其作業 學生會出現學法能力倒退 任何一個暑假 學生的數學能力就會倒退26個月 閱讀能力就會倒退兩個月 如果是一至小鹿 持續沒有這個數學作業的話 學生的水平就會倒退兩年 其能力需最難以扭轉 即使開學回歸課堂 學生平均對學生能力 仍然無法追悔 可見除非數其作業 不但無法減輕學生的壓力 反而會對學生造成不良的影響 學方顧如明白 學生的壓力不容忽視 無封詳異 如一原答執行教育局 加國縣測驗指引當中 當時學校需要避免採用激態式的操練 將過往激態式的作業 改為總資考 總筆式的作業 同時增加校內的平衡 學校的到訪等等 了解學校交換政策 如何執行的情況 並且讀書學校要如何改善 方能起到改善操練 風氣的問題 減輕到學生的壓力 最後想問問 有幫同學取消暑期作業 有甚麼有何能夠 公布到學生的知識 多謝各位 反方處理高持 3分11秒 無超時無需投分 接著是公面環節 公面一方可自由 超選對方一位便 如回答問題 並打定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得反問 並不得打斷公面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公面一方可直接出出 評判認同可持續投分 不持一分 如公面一方如陳發言 是否求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求注意 填寫公面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裡面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 因發言次序是填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反方的分數 現在整方請自由 開出一位便聯作公面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便接受指數 反方一 反方一 好 正方方便開始有兩分鐘的時間 請問設立暑假的目標是怎樣 暑假的目標是怎樣 暑假的目標 正方是唯一一個目標 又可能反對 那這樣的時候 今天為何要設立暑假 為何不全部放 全部讀上學 所以有何人都說不清楚 今天暑假 那是甚麼 因為他們休息的時間 休息是最重要的 今天不是所有的時間都需要 一定要他們去操練 那樣 更甚至是今天中學 他一直講到這一個論點 就是操練文法 總之學習就是第一最重要 但問題是 今天我再問你同學 今天一些學生 他們自主法子 過營前後 這些是重不重要的 有方 你先轉型自長 現在是說 暑假是要做學習 有關的事情 為什麼 有方無論正過 他不等於暑假 不能休息 今天是有不同的學 要所有的人 所有的學生 所有不同能力的學生 都全部需要去做學習的作業 因為那些好的學生 他自然可以抽些時間 去做一些社會的服務 去建構自己家庭的成績 但是一些比較弱同學 他自然可以參加一些訓練班 一些補帶班 去將勤補絕 那我想問的時候 今天我最問第一次 今天這些學生 他的個人的發展 一些發展的潛能 一些個人的探索 還不重要 有方無解釋過 為何做學習功夫的同事 會沒有辦法發展這些個人的潛能 今天很簡單 今天每一個人 24小時的時候 你用了時間 續續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的小小 再業時 小時間探索這些時間 更甚至是 這些時間是說什麼 是半天的播時的時候 還不喜歡假期 那位學生就是由方今天所講三至五次事這份資料 我當見目原來那份資料是講一個學生自我評判自己做功課的時間 所以這份資料根本不夠限制 學生今天和我一提講到沒有原來 原來學生自己講的都不明白 多謝各位 正方公典時間結束 現在輪到反方的公典 反方性自由派將未見緣 正方一分鐘 反方公典開始幾分鐘的時間 今天由方講到學生幾歲 你需要不需要緩顧學習 我們因為需要緩顧學習 但有不同更加長 上方看你聽聽聽 既然今天由方覺得要緩顧學習 為何不安排任何活動幫助他們 我們沒有說完 我們很樂意是 他們可以自由安排的時間 他們家長都可以安排 他們自由安排怎樣幫助他們緩顧時間 他們自由安排他們又約住 他們家長自由安排 由家長去安排的時候 某方你的方案底下 究竟你要怎樣跟他們講過學習呢 某方你覺得暑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就是對你們最好 某方同學 其實你今天學習壓力這麼大 每年都是 某方同學 是否學生暑假不做任何學習 相反而不就是最好 不是不做任何學習 對 某方同學 既然不是不做學習 就是最好的時候 某方的方案底下 你所謂的發展平均 原來進行研究都做好的時候 為什麼要取消全部的暑期才見 因為現在就是講了 暑期最便宜是強制性 我們今天講的 如果要一部分的同 就是某方能夠承認暑期的 尤其商業性是否 我認為是 這個東西是沒錯的 但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要強制性 如果要一部分的同 他們今集已經拱了知識 他們已經夠了知識 他們已經夠了知識 不可以令他們發展其他 我和某方同學聽到問題 某方今天主面面已經講過 原來學生沒錯 沒有學習 學習後來會推補的時候 某方提出過一部分 已經會這樣做 那部分是哪些人 那某方同學 你今天有沒有提過 就是我們今天上場 看到的是什麼 因為香港已經有調查 顯示了 就算香港的小學生 他們沒有了暑期職 就是他們的一些學習 他們的成績都有嘗試 對 我剛剛所說的一部分是誰 就是可以嘗試 原來學生現況 也有其他工庫 那既然現況下 有其他工庫 原來我幫他們取消了之後 為什麼可以感受 為什麼可以直接感受到 學生低低壓力 因為我今天想帶出的 我今天想帶出的是 暑期的暑假這個東西 就是應該令學生每一年 這樣 是 夸壁 甚麼 好 有 好 請問妳請問她推介 請問她指導 請問她指導 妳再功練環節結束 請問她請問她指導 請問她指導 3 分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见暑期功课对于学生的成果成效来说并不大 有科同学又问我们 为什么我们养了功课 他们就不可以发展他们还钱 其实有科同学 我们今天说了很多次 学生每天需要用三至五个小时 甚至五个小时以上 就如同放学一半的时间去做功课 其实他们可不可以让他们去休息吗 再问回科同学 你在一个放假的时间 你还要用半天去上学 你觉得这个是否真的可以休息 可以让他们发展他们的钱 其实不然 再说了 其实这件事本身是难两全 有可能是一边跟我们说我要巩固 另一边我跟我们说 是的 我知道 学生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是转换一些方法 我们减少一些功课 但其实这个方法本身是难两全的 有可能我也承认 但其实我方就一直跟我们说 转个方式 转个方式 我们做研究这些东西 但是做不做到对他们的巩固来说 巩固他们的知识来说 成效又大不大呢 那如果成效不大的情况之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着重 在一些发展他们的个人潜能 或者是他们有兴趣的科目 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正确的方向里面呢 其实在一个位 有可能全程都在基于一个前置 就是没有了小学 再来就对于没有学习 就要退步 但从来都看不到他们这个小学生 到底有多少东西要学要做 基本道生活技能 沟通技巧 探索自我 这些看上去很容易做的事 但对于小学生来说 其实都需要有空间和选择 做一个教育者 从来都不应该是因为 怕他们什么都学不到 或者是倒退 就不让他们选择空间 不让自由去他们 这样 他拉着小朋友做的 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好呢 是否连一个碳术新事物 是不是连一个碳术新事物 是否连一个碳术新事物 都不理他们呢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支持 欢迎订阅 因為有方說到暑假是甚麼呢 原來暑假是用來休息的 但今天有方完全是把暑假想得很簡單 覺得他等同於坐在庭上說甚麼都不用做 而今天有方一來沒有解釋過這個定義的出處究竟是甚麼 而且今天有方完全不是暑假真正的意義 即如加上實性深刻下層的平老獅子 學生在馬場的暑假之中 如果可以善用乾陰 就一定可以抗互所害知識有效改善成績 各個學生有需要運用暑假來抗互所謂避免浪費乾陰 按照有方法則如果假期只是休息的話 是不是所有假期甚至周末都應該要除消再疑呢 所以第二方面確立在以下 不如從幾條問題來審試一下今天的戰場 第一 壓力 今天幫你舉出了一個清貼的調查 指出有40學生會用3至5小時做功課 所以就等到有壓力 但今天有方給的這個數字究竟是否用客公數字 原來原來是一個學生 他自己去認為自己做功課有多久 但是有方有論證是否在這3至5小時 他每一刻每天都做功課呢 所以有方他將會更加下降於數字的論證 但其實在這今天有方是很偏見的 就是以作業數量來貧力壓力的大小 但不如不是背後的成因 即我方主見所說 現方是因為有甜假式教育 粗年成功 所以才是導致消息壓力最大的主因 但事實上有方說到底作業本質有甚麼問題 導致非除了少後有方沒有說過 即是有方都回答不到到底要怎樣 透過取消暑期雀就可以解決到 整個教制度現時面流的問題 所以有方就選擇了一刀簽取消所有的暑期雀 但見到原來這個科目根本就不是一路兩日 無法針對解決問題 所以只會引來把效果 令到學生的學習效能下滑 於是有方第二個論證 為方說要多元化發展 但見過有方所說的多元化發展 究竟我做暑期雀有甚麼衝突 是否我做暑期雀的同時 我就沒辦法多元化發展 在一條一萬個論證的香港 今天方方我等下做的專題議則 都很關閉不同的科目發展 為何這又不是一個多元化發展 有方沒有解釋到 所以其實有方只知道 暑期雀本質上沒有任何問題 即是覺得用另一種方式來看 暑期雀會更好 於是實際上有沒有有方想 那麼理想 我們就問第二條問題 怎樣取消暑期雀 原來講到有方一副位置 當我解釋過究竟有方的方案 要怎樣鞏固學習效能的同時 又要給學生休息時間呢 所以有方根本交代不到方案的時候 是否認為學生根本不需要 在暑期雀本身維持學習效能呢 所以有方今天跟方說 原來暑期雀本不會遺忘了 之前所學的所有知識 雖然沒有需要鞏固知識 但原來今天我方主編已經和有方說了 一個美國智庫難得公司的調查 顯示一個暑期雀本學生 一個月月讀行令就可以倒退兩個月 那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去到第三條問題 為何要保留暑期 在意原來見到不少小學已經開始改變 在意不適合而復調 小學鼓勵志願專題報告 都同樣有成本時候 有方根本為何要反對 即即即便不協調 就是各位 反方一副位所有時間 三分離投票 此事不需要投票 然後是正方第二副位 有三分鐘的時間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又有各位 大家好 來到以後這個位置 其實不難發一點 今天大家無非都是 展上這班小學生 和教育而已 但今天有方同學 走資一個怪獸家長 你這樣說 為你好為你好 但又不是真的幫到他們呢 但是有方同學 今天全場 跟我們講動物知識 但是有可能我原來覺得 今天暑假 就是為了所有小學生的學習 就是學術 就是課本 但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這個學生 這個小學生 他更加需要什麼 多元學習 學習至於學習 發展自己的興趣 這些其他東西 這些東西是否又不重要呢 有方同學 從來都沒有回答過 我們 再加上我們看看小記作業 究竟他的性質是甚麼 小記作業 它有一個強制性 所有人 即是它 但凡有小記作業出現 就代表所有人都不需要做 但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根本就不是所有學生 都沒有能力 都是需要公務知識 需要公務知識 所以這些學生自然可以 參加補底版 參加其他的補習 令他們的學生提升 而其他學生 我們就應該把自由權責 自由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部分 自己的興趣愛好 去發展自己喜歡的東西 今天有方同學 又和你說 專程研手都可以做到 但當今天這件事 當你的興趣 變為要強壁 要交叉東西的時候 它究竟又不是這個興趣 可以讓我們自由 自己按照自己喜歡的部分 去發展呢 再加上今天有方同學 我們就用一個歐美的例子 譬如說 小學生不公務 小家庭不公務知識 就會退步 但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在四間小學都試過 長假期無功課計劃 已經明確地指出了 這個學生 他暑期的功課不做 照樣可以有好的成績 其實今天這個暑期 暑期就好像大贏貨打架 是難得可以加上一套時機 而一定要去旅行 可能不只一家人一齊 少少少少 拍開工作 工作煩惱 調整身心靈 維持良苦中的精神狀態 當個大人都需要的時候 更何況小朋友呢 大人尚且可以去放假後 完全考開工作煩惱 小學生去放假後 就仍要負責這麼多的 那些小學生做業的壓力 將心比心 不會是會刻斷小朋友的最能借口 難道最應該快樂不優成長的小朋友 而一年一次放鬆 沒有壓力的時間都沒有嗎 再說了 今天有方同學就說我們沒有說到多元發展有什麼好處 我們今天看到 暑期作業就有一個強制性 它限制了一個小學生的自由 但我們今天看到什麼呢 這個小學生的自由 我方主理所說 當他們在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下 那他們才可以自由發展 發展他們無論是自主學習 還是其他一些自控力 更多的東西 所以今天有方同學 我其實不明白的 就是今天暑假不單是要學術 而是要學生 學習更多的東西 按照自己喜歡的步伐去做 多謝 正方的負責中時間位 兩分次十九秒 前線 所以頭分 接著是反方第二次 你給了三分鐘的時間 主題 請請請請各位 來到應付的位置 其實今天有方的難受 很奇怪的 今天有方一課一課 原來見到現時學生長期瘦 但分別出來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原來單單是取消暑期這個功課 但十今又是正確的 原來這些長期瘦的情況 在平時都會出現的時候 有方單單是取消暑期作業 就變得可以解決到這種風氣 解決到這種壓力 有方的風氣都沒有廣方 甚至去到一課二的位置 都不敢回應了 所以我們正正見到 原來今天有方所謂要取消暑期作業的解決 學習壓力的目的平手 變得不相符 都無法針對現時問題的責見 然後有方又說 要你學生去輕鬆感過暑假 有方是公平環節都成益 因此要顧固學習 那有方立場底下 究竟學生要怎樣做到顧固學習這個效能呢 其實有方只是 一直去自說自話 但學生可以自主決定 但自主決定又可以顧固到有多少 有方風通無論正確 其實來到這段時間 就看看有方今天所說的 說要發展學生的前面 就看看有方今天用的手段是甚麼呢 其實有方一直都會交代 我覺得主便一副不斷追問 但有方說甚麼 可以自己發展 但有方一個方案怎樣做 學生要怎樣去自主學習的時候都交代不到 又如何保證學生去利用這些暑假的時間 發展自己的興趣呢 所以反而有方看得更加宏觀的是甚麼呢 今天有方見到原容的現況底下 有些暑期作業已經能夠達到 顧固學習效能 又可以發展興趣的目標 就好像中華基督教會基設小學那樣 他們透過用家庭暑期功課 並有個人的興趣去建立生活技能 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去打羽毛球 踩班車去學習這些技能 就好像籌惠這個暑假中 暑期作業的過程主任任聖魂都說 這是一個個人化的功課 令他們可以由選擇又成功感 亦都方便是老師的觀察他們興趣所在 這個正正是黃蜂今天希望看到的局面 是學生可以在書籍裏面 一邊充實自己 一邊緩固自身 這個才是偶方今天希望看到的局面 就算不看偶方的所謂的 除消除其作業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受 你所講的培養學習 考慮的事 培養學看興趣這些東西 你看看偶方今天怎樣面對 偶方所講的學習都區 學習都區的問題 其實今天偶方主義一開始就說 原來不會到他 但是他有方一知道 或方一遇出的數據的時候 我撤退了 他說呢 他回學之後就可以回復了 但整個學習主義已經舉出過 學習到他一個持續的效果 即使他回學之後 他到他依然是讀了一個作業的時間 因為要編頭解決高高無論證 其實今天雙方都同意 要為學生建立一個環境 但有方選擇 當時重複了所有的 選擇作業就失去了解決 因為去到最後 學生整體壓力會減少 學習考慮反而降低 而有方所講的培養學習 表達不到的時候 就看到有方的掌握 只是在於 選擇作業 保持於學生去進行的 工作壓力很低 學方提得更加宏觀 就是改變要呼吸 令學生可以見到一個 更加趣的環境去學習 多謝各位 已及所時間為收分離就業 千歲不需求分 現在進入自由動環節 雙方佰有三分鐘發電時間 當我方佰esser時間通修 本人將會遵循改善成員時間 各方佰自能排出毀滑 科目避難 每位便願都必須在本環節發電 如果本環節結束時再投資發現有變環 你會發現 可即場提出屬實的過立 該便願的方 請問所有學生的能力都是完全一樣的 我自己用的方法不是必須所有學生都要做 如果學生不做 如何投入學習成效呢 因為學生所有學生都是一樣的能力 但問題今天是甚麼 事實上有學生比較優良的事 難道他還需要再說多一次的知識 平均的工作我們都要做 今天有方法不要這麼極端 我們今天要討論是暑假 有方法跟我們說 好像你們這樣說有很多壓力 那我們在暑期 我們在收穫都會有壓力 我們在娶先生 為甚麼要說得這麼極端 有方法跟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這個整體情形說不過去 解決不了 即是說我們需要解決暑期作業 就可以了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暑期作業根本就解決不了整體情形 整體問題 其實有方法會如何解決一些的 整體壓力呢 是有方法 今天我們看到暑期作業 至少是來到暑期休息 那不可知暑期作業 如果沒有減少過的時間 為甚麼學生可以硬輕鬆了 香港幾十年的制度 是否有方法一旦改 就可以馬上改到呢 有方法都承認有時壓力問題 導致學生有這些學習壓力 在周圍現時制度問題 而不是暑期對本質帶來 才會帶給他們這麼多壓力 令他們無法放鬆 有方法 所以我剛才說到明 我覺得幾少都有壓力 去做大問題 但是今天在說 就是 你也會說 學年中間的時候 這個大壓力的時候 正正需要暑假這個學期聯結之後 準備下一個學期之前這段時間 讓他們去放鬆壓力 讓他們去做自己的東西 而這個時間 就是讓他們去探索自己的關鍵時間 黃金時間 這些時間他們不重要 為什麼他們不需要探索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暑期對本質帶來有壓力 不可以探索自己 原來講到明英雄 那兩次的作業 每一次都不用做 全部參考案就可以了 但問題今天是什麼 今天講的就是 他需要探索這些東西的時候 英雄試去磨蹈 那明英雄是什麼 就是用在21世紀 用19世紀的思想 去做20世紀的作業 所以掌問我 今天我想問多一次 今天暑期作業 它是否真正的動作 所以我無法解釋到 為什麼暑期對本質帶來有壓力 或者在陪橋小學 原來做專題研究 可以科學科應用 有中文背部技巧 數學面積計算 和常識科學習 學習知識科 全部都是科學科發展 有可怎樣的解釋呢 有方同學 當一個興趣 變成一個要加生意的時候 它還是不是一個自由選擇的興趣呢 有方同學科網呢 有方同學科網呢 有方同學科網 有方同學科網 有同學科網 有同學科網 有或是自己有方法 有何問題是講到 有些導學需要 要自然仕藥去做 去付出補充 其他人的自然仕藥 要使用這些時間去做 我還有學家 通常異會跟我們講什麼 學學學學學學專題研究 要打願望求 要去搞其他公司的時候 我想問 今天去旅行 都叫做造作業嗎 先從整個 現在這些大力產力 不好的這些人 都需要選擇 就幫助他們 所以這外面 是所有人和他陪葬 有些人會不同的時候 人類統照 因材私駕的时候 他自然因应自己需要去做不同的东西 但是有方法其实你一直都没有解释过 既然现况当然是选拟障碍都可以 对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去做的时候 为什么这种一定有压力他们一定不会中意 如果今天是选拟障碍自己选择做哪一种 是 那由方是否觉得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到兴趣 是 选择这间博客同来说 是 选择这间博客是否主要是现况 就是现况原来现况是已经做过这种目的的时候 有方一都好像取消选择在一起 究竟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给现实底下 已经做到的目标更加好 有方和我刚才说的是自由 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自己的兴趣 而不是强制地叫他们做一些所谓的兴趣 但陪着这个例子 我开自由选择模式的科目、内容 全部都没有限制的时候 那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给他们自己选择 那为什么这和有方口中所说的自由呢 那有方法有多少个科目 兴趣有这个 但是有方都承认原来以前的时期 便可以被人的兴趣 觉得不够自由 那有方觉得不够自由的原因 是不是在于学生不可以选择自己做不做的 不是 是因为时期功课 他一出现就有一个限制 必然叫学生有一个时间去教 这个才是对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自由的因素 所以平时的功课都是每个学生都需要 根本有方学习 但平日的功课都要全部取消 那我又在华南市听了 因为讲什么 平时的功课是学期之间 今度暑假是学期之 学期之后 这个学期之前的时候 两件事没有用 我必须可以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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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什么缘何解决 勇方和我今天讲的例子 其实是一个美国 不知道是什么例子 如果我们今天四间小学做的实验 都已经明确说了 他们成绩不会限国 有方和又怎样了 有方和没有方说的例子 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怎样可以反够没有方的例子 我方就不明白了 再看 广方的调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研究 是说即使取消一下 他在选择前后的 甚至乎在开学之后的能力 都作为一个对比 既然他都奉上这个的时候 有方缘何解决 可能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本港 我们今天看到本港四间小学做的实验 都明确指出了 他们学习成绩不会下降那一阵 什么实验 长假期无功课计划 是否需要调加日期 什么调加日期 无功课计划 没调加日期 你跟我香港来 我记得很多香港来 例如浸上海 天龙小学都是最专业的检 用自由选择写作画画 那么多自由 同样又可以巩固到学习 又可以平衡到休息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问题 今天变成最练美的科学 他说不是所有人喜欢写作画画 又帮助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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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現在建議環節 雙方建議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雙方建議 這個時間為止 雙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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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雙方建議 雙方建議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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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